D.I.Y. 作品 這是第一件做的D.I.Y.作品 當時是筆袋 上學大學要用筆袋 現在已經做了針線包 教學生後期就喜歡這些 我們這些叫口金包 口金是上面的金屬框 D.I.Y.在做的過程裏 你會知道原理 為何成品會出現 很想知道過程 如何解構 另外一件事 在D.I.Y.製造的過程裏 你會舒緩自己其他情緒 所以會減壓 以前初時 鞭位都不會先走 變口拉鍊時 可能會卡到裏面的鞭鞭 現在你會對自己的作品有要求 因為我們是在解構在裏面做 然後就反轉它 做出來的成品 你會參考在別人成功 或者你覺得很好的地方 然後去改善自己的東西 跟數學都是一樣的 有很多時候做應用 你找不到源頭 或者別人有些方法 你會看到它為何可以 它用了什麼數學的原理 自己都會學習 學習之後 然後加上自己新的靈感 或者一些方向 都是數學來的